漁護署日前的殺雞行動 在長沙灣加禽批發市場 銷毀19,000多隻加禽 收集180個加禽樣本 全部對於禽流感呈陰性反應 另外當局也已經完成巡查 本港全部30個養雞場 並沒有發現有異常 抽水的900個雞樣本 同樣全部對於禽流感呈陰性反應 在過去數天 並沒有發現新的禽流感的個案 香港禽流感的風險 特別是人類受感染的機會 現時稍為穩定 但我們必須指出 現時的風險仍然比 今次的個案之前為高 我們也會繼續維持 現時嚴重的應變級別 而當局至今仍未能確認 感染H5N1禽流感的死雞 是本地雞 還是內地輸港活雞 為了日後有效追查死雞的來源 建議設立收集死雞資料制度 我們現時的構思 就是想 特別在批發市場 如果有任何的死雞 都是要即時交給 我們當值的漁護署的同事 令到它可以作登記 因為如果它是在某一個 雞欄入 它們發現的話 它應該知道雞的來源 無論它是在內地的場也好 本地場也好 他說會考慮在活雞加裝腳環 方便追查來源 但執行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漁護署在明年1月12日 暫停活雞公港結束之前 會再巡查本地雞場兩次 另外周一樂日說 兩天之內就會知道 死雞找到的病毒有沒有變種 以評估現時兩種雞的疫苗是否有效 香港歡頻電視機仔 黃婷婷報導